刘备兵拜仪陵后,为何一直待在白帝城,不会蜀地,最终在白帝城托孤呢? 点个订阅不迷路,十约管为您申巴不为人知的历史。 蜀汉昭列帝刘备死前的白帝城托孤,将后主刘善连同蜀汉江山,一同交付给丞相诸葛亮照管。 刘备甚至对诸葛亮说,君才十倍曹丕,必能安国,终定大事,若四子可辅,辅之。 如其不才,君可自取,这一幕流传千年,成为令无数后世君臣世子感怀的千古佳话。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,皇帝托孤的地点一般都是在都城。 但是,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,却是在白帝城托孤,并且,在仪陵之战之后,刘备一直待在永安白帝城,没有回到蜀汉的都城成都。 那么,问题来了,刘备兵拜仪陵后,为什么不回成都,而是一直待在白帝城呢? 从时间上来看,公元222年7月,刘备被陆逊击败,退到永安白帝城。 公元223年6月,刘备在白帝城定市,由此,刘备在永安白帝城,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。 有一些朋友认为,刘备之所以没有回蜀汉都城成都,是因为仪陵之战带给蜀汉的损失太大了。 年事已高的刘玄德比较羞愧,所以不好意思回到成都。 不过,刘备一生屡败屡战,比如被曹操,屡部等诸侯击败后,都能够重新站起来。 因此,没有脸面,顾忌面子也不是刘备没有回到蜀汉都城的主要原因。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。 刘备驻扎在白帝城,挡住了虎视眈眈的东吴军队。 仪陵惨败后,刘备的军队兵败如山倒,直到败退到白帝城,才暂时止住了溃败。 仪陵之战是三国三大战役之一,我们看看其他次战斗的结果。 关渡之战中,袁绍被曹操击败。 他狼狈逃回叶城,后来的结局我们都知道。 曹操通过数年的征战,逐步蚕食袁绍的地盘,在袁绍死后拿下叶城。 如果袁绍战败后,在边界驻扎,曹操便无法彻底消灭袁绍。 赤壁之战中,曹操战败后逃回北方,留下曹人驻守荆州。 最后的结果是,荆州被孙刘联军夺取,他辛辛苦苦得来的荆州不翼而飞。 刘备亲眼目睹了前两次大仗,于是吸取教训,遵循天资守国门战略决策,驻扎在白帝城。 三国时信息不对称,东吴并不知道刘备有多少家底,刘备若是逃回成都。 意味着公开向东吴宣示,自己的子弹已经打光,留守白帝城,并向陆训宣战。 正好打中东吴集团干大事牺牲的七寸,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。 若是刘备吸扯,怕是刚离开白帝城,东吴的追兵就打过来了。 那东吴这边呢,一零大劫后,朝野上下弥漫着乐观气息,纷纷建议孙权一举荡平吸数。 孙权也有些飘飘然,跑去询问陆训,陆训坚决反对伐蜀。 他表示,东吴连营两场大战,声势已经震动了魏国。 曹丕很有可能南下伐吴,敲打一下江东文武百官,刘备虽然遭遇惨败。 但他历来会打逆风局,若是此时冒进伐蜀,说不定会偷击不成十八米。 孙权采纳了陆训的建议,搁置了伐蜀的想法。 刘备未避免内乱,没有回成都,而是驻扎在白帝城。 刘备发动东征,讨伐孙权,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支持, 如荆州派,但也有另一部分人是持反对意见的, 如义州本土派等,如果东征胜利,降服孙权, 甚至彻底吞并江东,蜀国的那些反对派们便不会再有什么怨言, 而是积极来分享胜利果实。 然而,令人遗憾的是,刘备东征失败,损失惨重。 义州大部分家庭都有战死的青壮年,几乎家家代孝。 此时,蜀国的政权极不稳定,随时可能发生滑变, 刘备如果回到成都,将会直接面对那些对他不满的人, 毫无回旋的余地,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 因此,刘备干脆停在白帝城,不回成都了。 这样做,刘备做给那些对他不满的人看, 亲自守边界,表达自己誓死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。 那些人自然没什么可说的了。 因此,如果刘备在仪陵惨败后,狼狈逃回成都, 或许蜀国就灭亡了。 有两种灭亡的可能性。 第一种是陆迅带领大军夺取白帝城。 进入益州腹地,灭掉蜀国。 如果刘备逃回成都,那么白帝城的防守必然薄弱。 如果陆迅看到有机会灭了蜀国,壮大东吴的实力, 他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,带领大军入川。 到时候,刘备很可能丢失大片领土,再次陷入颠沛流离的境遇。 第二种是蜀汉内乱,四分五裂。 刘备是外来户,刚统治一周没几年。 根基不稳,刘备深知这一点。 于是没有回成都,而是在白帝城驻扎,一直到托孤。 公元二百二十三年,刘备并重, 立刻把朝中的重臣以及太子刘善从成都召到了白帝城。 做最后的安排,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。 白帝城托孤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? 临终前,刘备向诸葛亮进行了那场著名的托孤。 其中有这样几句话, 君才十倍曹丕,必能安国,终定大事,若四子可服。 辅之,如其不才,君可自取。 如果只从字面上看,君可自取的意思应该是你可以自己干, 也就是把地位让给诸葛亮。 诸葛亮闻言惕气不已,对刘备说, 陈感节古宫之力,效忠真之节,既以至已死。 这成为一段关于托孤的佳话。 在中国古代,历史上帝王林中托孤的事发生过数十次, 但没有任何一次托孤事件比这一次更有名, 同时也更有争议。 说他更有名,是因为他早已家喻户晓,妇如皆知。 说他有争议,是因为刘备临终前说了君可自取那几个字, 站在不同的角度,对这几个字会有不同的解读。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认为,刘备此言出于志工之心, 说明他心神无二,是真心想以国相父。 而诸葛亮的回答也表明了内心的忠贞, 这次托孤事件成君臣之志工。 古今之圣鬼也,君臣都值得肯定, 东晋史学家《卫世春秋》的作者孙盛异见相反, 他认为备之命量,乱熟甚烟,也就是刘备太糊涂了, 因为如果所托的人是忠臣贤良,就不用给他说这些话, 如果所托的人有篡逆之心,就不应该托付给他, 均可自取是鬼伟之词,幸好诸葛亮没有二心, 否则一定会引起内部的猜疑和混乱。 东晋另一位史学家《厚汉记》的作者袁洪认为, 刘备此言并无不妥,因为他说的时候没有疑心, 诸葛亮听的时候也没有愧色。 他们君臣二人的相知和情分值得称赞, 元代史学家胡三省认为,刘备对诸葛亮十分了解, 这样说是因为他了解当时的形势, 也了解诸葛亮,他说这些话不仅没有猜疑之心, 而且体现了他的胸怀坦荡,自古脱孤之主, 无如昭烈之名白洞打者。 明末史学家王福之认为, 刘备对诸葛亮是完全信任的, 他之所以留下那样的遗言, 目的是让刘善全心全意依靠诸葛亮, 以后主之心,上面是史学家们的观点, 站在帝王的角度如何理解呢? 康熙皇帝的看法可能有一定代表性。 康熙皇帝在批阅通见吉兰师说, 刘备这番话是猜疑之语, 既然已脱孤于诸葛亮, 就不应该再说自取的话, 其目的无非是让诸葛亮公开表态效忠之心, 康熙皇帝甚至引发感叹, 认为整个三国时代都以绝诈相赏。 比赛,一句话, 看法竟然如此不同, 康熙的看法虽然有些偏激, 但也有很大的代表性。 在一部分人看来, 刘备表面仁义, 其实一生不离权术, 否则也不会被称为枭雄了。 他临死前也不忘记权术, 对诸葛亮说的那方话, 其实是一种试探, 也是一种警告。 结合他突然任命李延为尚书另一事, 持这种观点的人, 更有理由相信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是有限度的。 进入益州后, 刘备在人事安排上无外乎用了三类人, 早期追随自己的旧部, 由京乡随同入益州的人士, 益州的本土派, 第一类人属于元老, 他们地位很高, 但人数已不多, 益州本土派人才寄计, 但至今仍先有进入核心决策层面的, 而最得实权和受众用的, 是京乡派, 这种派系分野, 无论有无名指, 但在蜀汉政治格局中, 以事实形成并存在,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划分。 诸葛亮就是京乡派的领袖, 刘备突然重用本土派理言, 从政治权力结构上看却是平衡京乡派的手段, 不过没有那么复杂, 刘备与诸葛亮相识相知十多年, 对诸葛亮是充分了解和信任的, 这一点毋庸置疑, 如果刘备不信任诸葛亮, 就不会任命他为丞相, 甚至可以不考虑设置丞相, 而临终之时, 即使他心里有种种放心不下的地方, 以刘备的睿智, 也不会说一些实际上没用, 又容易引起猜测不安的话来, 但刘备确实说了均可自取这样的话, 如何解释呢? 除了上面说的那些观点,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, 那就是大家对这均可自取几个字误读了, 这几个字的本意不是你可以自己干, 而应该是你可以另外找人干, 刘善是那块料, 你就辅佐他, 如果不是, 你可以另外安排别人当这个皇帝, 这怎么可能? 有可能, 除了刘善, 刘备还有两个儿子, 也就是刘勇和刘李, 作为刘善的弟弟, 他们也都有资格做蜀汉的皇帝, 如果刘备是这个意思, 需要专门对诸葛亮交代一下吗? 当然需要, 因为这是授权, 有了这个话。 诸葛亮日后行费力之事, 就是合法的, 没有这个授权, 诸葛亮赶费刘善等于谋逆, 刘备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对诸葛亮不放心, 而是对刘善不放心, 大概刘备深知, 刘善生性软弱, 才能有限, 与对手曹匹比差得实在太远, 本想亲自教导培养, 却再也无法实现, 只好交代给诸葛亮, 要他今后是情况决定刘善的去留, 可让刘勇或刘李上位。 刘备的用意到底如何, 我们或许很难去评述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